维新圣教学院应用一经研究所所长原同法师 28日带领研一的学员们前往彰化社头进行户外教学 参访有张艺八景清水春光美誉的清水岩寺 以及拥有月梅池的刘家古厕等处 勘察其风水好地理 造就树带兴旺的好宝地 清水岩寺已有两百多年近三百年的历史 是台湾最先供奉三宝佛的寺庙 与虎山岩和壁山岩合称中部三大名岩 清水岩寺又因地出泉水风光明媚 而有清水春光之美名 原同法师在上次带领学员们拜访过虎山岩后 此次带着学员们来此见证清水岩寺的好地理 造就香火绵延的古煞 原同法师指出 此次背靠的大金星以及左辅星和右辟星 因其山形庞大 若太靠近反而难以见到 因此须至远处才能完整见识 法师带着同修们前往找寻辅星辟星 见证成就古煞的风水岩头 极致今日清水岩寺 不仅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而且发展成为兼具古迹观光与历史文化 教育、休闲、保育、活动中心 也是心灵的休息站 接着一行人来到社头的刘氏古厕 建设早期以肯过程的聚落建筑 及宅前的月煤池等风水形态 此古厕为正深护龙形态的建筑 且护龙建筑有十多条 是一种微距防卫式的建筑 宅前月煤池又形成一个极好的水神 法师也一一指点 此古建筑聚落的风水形态 让学员们都能明了风水的运用 维新记者沈财景张化报导